新鮮流行多一點 煩惱壓力少一點 健康有機再多一點 職場乾苦 推開一點 生活、資訊、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上載囉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 第二小時的POP最正點 好的,在廉價的此時 我們邀請到知名影片人 來跟我們分享9月的正點電影院 歡迎菊菊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菊菊 現鎮熱映中的電影有什麼呢? 一定要講一下最近 快要邁向2億 破1.6億的航海王劇場版 紅髮歌姬 這是一部動畫 在台灣賣得超好 聽說在日本賣得更瘋 對,100億 因為100億算是日本的 不只是動漫界 也是日本電影界的一個門檻 就是通常賣超過100億日比的 就會變成他們 年度現象級電影 或者是歷史上面一個很重要的痕跡 所以通常過100億關卡 就等於這部電影厲害 不容小規 那航海王劇場版呢 其實喜歡看航海王漫畫的動漫迷 應該早就已經耳熟能詳 那為什麼這部片他可以衝得這麼高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把裡面的一個BOSS級的紅髮 這個人他請出來 那他有一個女兒 那這個女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講 不但有一個BOSS級的人物出來 然後呢 還有我們那些一群很可愛的主人 甚至這部片其實它算是 我真的看過電影裡面 這近三五年來 可能就是最棒最棒的一部音樂電影 或者是歌舞片 我們知道其實歌舞片在1920年代之後 強盛之後就慢慢視為 很主要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影劇產業的結構性的變化 變成歌舞片這個東西 它是代替無聲電影之後的 一個很喧嘩的東西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劇本很會寫 還是很厲害 誰需要在電影裡面 又唱又跳的 又不是真三美那個年代 但是呢 這個電影的類型 其實就跟鬼片一樣 一直都還在 一直都還有很多的擁護者 那其實我們 歌舞片如果很厲害的話 它是可以在一邊唱歌跳舞裡面 帶動劇情的 就是會讓你看到很多很厲害的情節 那這部片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堆歌 然後每一堆歌裡面呢 它不但強調就是彰顯了J-pop的一些 早就已經行之有年的文化涵養力之外呢 它帶動情節的這些歌詞跟音樂呢 它又代表了 我們知道很可惜啦 就是東京奧運因為疫情的關係 Perfume它本來是要做開場的 那一種就是很經典 所以它本來是要做開場的 就是那一種很 就是J-pop曾經有一度可以重返國際 對 的那種那個態勢就很可惜 但是呢 在《航海王劇場版》裡面 把這些東西就是 我們喜歡初音 喜歡Perfume 喜歡這種所謂的電音 或者是日本的J-pop 那些很藝文高涵養能量的東西呢 全部都灌注到這部片裡面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部好看好聽 又會很熱血的王道電影漫畫 就是你看了一定很容易就會哭 而且它其實電影情節裡面講的 又是一個很仿烏托邦的電影 就是它講的是說 一群海賊其實他們 被這個世界當作是壞人 然後也有世界政府正在追殺他們 但其實 在真正的那個宇宙觀裡面 海賊王做了更多的好事 然後世界政府做了很多的壞事 他就去強調跟逆轉 所謂的國家機器的這種東西 其實是更 可能是更迫害人民的喔 然後海賊王就像聊天丁一樣 就是它可以就是 行俠仗義的那種 就是那些人 那這個紅髮歌經呢 它就是處於中間地帶 他認為就是這個世界 就是這兩方在亂 那如果這兩方的世界的勢力 全部都消失 我們用愛與和平的歌聲 來統治世界不是更好嗎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 就是小孩子絕對可以完全 置之心看得很懂的一部電影 但它又非常理想化 所以它注定可能會 朝向一個非常巨大的悲劇去邁進 那我們的很重要的魯夫 就要從中間去力挽款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很熱血很好看 就看了之後 我看完是當下就好想要馬上二刷 哇 很有渲染力的 難怪在台灣已經賣破億了 在日本已經算是日本 這個影史上第二塊破百億的片子 好厲害喔 航海王劇場版必須熱映 子彈列車 欸子彈列車真的要講欸 布萊德比特 小布的電影真的是好可愛喔 其實子彈列車這部電影也已經破億了喔 那我們知道小布跟阿湯哥 雖然說韓偉戰士在今年年初也是扛了 全世界也是很驚人的票房 在台灣也是目前今年最棒的 已經破七億了 很驚人的一個市場成績 所以我們今年後 年底大家會 不是都會有一些新聞跑出來說 啊今年最賣座的電影 或者今年的電影 總勝利 全世界都是阿湯哥 對大概就是靠阿湯哥在這樣 所以阿湯哥真的是票房救星 那不用講 但是其實小布我覺得他跟阿湯哥比起來 他更樂於在所謂的影展 或者是在電影類型的批託上面 是更有心的 我指的是說 其實其實以前阿湯哥也演過影展電影的 就是大開眼界啊 那一種史丹利布 顧伯利克那種很奇妙的電影的東西 他其實也有 但是阿湯哥現在已經很專心全力 因為他要賺錢啊 對商業電影 但是小布一直都是病情 就是而且他有一個旗下有一個公司 叫Plan B 專門在出產一些很厲害的 獨立片啊 或是藝術錄片 超厲害的 就是夢想之地啊 或者是藍色男孩 都是全部都是小布在幕後指使 然後但是呢 他就是非常的照顧這些獨立片商 跟獨立電影 就是所謂的藝術電影的滋養的很重要的資源 都是靠小布帶進來的 然後小布其實他也知道大家說 好想要看你演大螢幕 他也來摔一波 子彈列車其實就是他 嗯 我覺得他有兼顧了他自己的作者論事區 我覺得他喜歡演的戲 他就是喜歡演那種你知道 就是有點皮皮的 從惡棍特工裡面 他就演那種美國大兵 然後在那邊惡搞 但是其實是做伸張爭議的事情 那子彈列車也有這種情懷 就是他就是一個 演一個悶悶的 然後覺得自己運氣很不好的一個殺手 然後呢 他上了一個列車出任務之後 他發現 哇裡面全部都是運氣不好的殺手 大家比運氣不好的 嗯 那結果呢後來他就 有點像 因為他是在日本的故事 所以他就 走了這一趟旅程 他就發現 喔有一點悟道了 就是喔其實 你以為你人生做拍文欸 其實 他就是全部的好運 可能都急在最後 讓你活命的一個 嗯 很重要的關節 其實他是一部很有殘疑的電影 然後你在裡面 你就會看到小布 他超可愛 他不但就是 運氣很不好的殺手 他就會常常被打 然後呢 他被打之後就是 出近洋巷之後 他還跟日本的 免治馬桶對戲 還有兩場 哇 就是免治馬桶會噴水嘛 他就去洗頭髮 然後免治馬桶會 衝鋒嘛 會幫你晾乾 他就在那邊吹頭髮 他就超 超有趣欸 就是完全沒有藕包的小布 就是去做一些 大家會覺得 喔下巴掉下來 但是你還是覺得 他做了一堆荒唐的事情 你還是覺得 哇好帥 的電影這樣子 好 所以子彈列車在台灣 也賣得非常好 緊急迫降 緊急迫降 真的必講欸 因為我們在講 韓國電影的時候 常常會講到一些 他們很喜歡學好萊塢電影 然後十年前我們還覺得 學得好好笑 現在我們就覺得 你好厲害喔 真的很厲害 十年來的變化 真的很厲害喔 那緊急迫降 很多人就會把他 跟空中監獄啊 或者是一些 沙利機長啊 甚至是 很經典的 動作片 來做比較 喔 然後而且李炳現在裡面 真的是 就演一個機長 然後超強的 然後力網狂瀾的 這些 然後他又有一些 例如說韓國很厲害的 火獅片啊 然後病毒肆虐的那種 情節 全部 給你浪浪這會 然後加帶一些 哇真的是 抱怨好看 我覺得我今年看過 前五名最好看的商業劇片 就是 剪輯迫降一定必看 五名之內就對了 就是大概就是 呃 我們知道 捍衛戰士是一種情懷 一種刺激 當然很好看 欸 簡潔破相不輸 就是很緊張刺激 而且他那裡面 還探討很多議題 就是為了你覺得 大家一起死還是要一起活 你說 真的很厲害 所以這個裡面的演員有 宋康浩 李炳獻 金道妍 金南吉 任時丸 浦海俊 哇 都是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而且你在裡面會看到 他們真的不只是 把名字端出來 把演技端出來而已 他們的角色 都代表著很重大的意義 你真的會 因為他們演的那個角色 你去反思說 那樣的人那樣的 在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真的遇到他們的話 我們其實充滿了偏見 但是他們就是要化解你的這些偏見 OK 好 緊急迫降 票房非常的好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來請教雀雀 馬上回來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九月的正點電影院 今天是知名影評人 翠翠在現場 那翠翠剛剛我們跟我們分享了 憲政熱映中 還有一部神探大戰 劉青雲 欸 劉青雲 我覺得如果他可以來 大家金馬獎 金點金馬影迪就他 就是因為神探 神探大戰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這兩年 我們自從語樂的距離的探討思覺師調整之後 然後接下來去年又有瀑布這部片 讓賈金文得到金馬影迫之後 我們就知道其實思覺師調整這個議題 就跟今年的語音語的自閉症一樣 其實他會變成一種 大家願意去討論 願意去探討 願意去讓他們擔任戲劇主角的 一個角色的類型 那我們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神探大戰裡面 劉青雲真的把思覺師調整 跟人格分裂的各種各樣的東西 其實全部混合在一起 然後演到封魔 就是演到入魔的程度 讓你覺得 哇你是正常人嗎 就是他可以一直跳 跳在現實跟循環之間 然後他可以跟鬼講話 跟自己講話 然後再透過畫面的簡介 跟那個交叉 你就會看到 他其實從頭到尾就是在自說自話 但是他永遠都是 在跟一堆鬼相處的樣子 那其實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人格跟想像 然後這個東西又去探討 香港人現在有一種生存之道 就是叫做 你不裝風賣傻 你怎麼可能活下去 活了下去 對對對 所以那個東西是有扣合一些 社會議題的東西 但是他用一個 而且他其實在 喔他很厲害喔 他就是一部香港片 但是他在中國大陸賣得很好 我自己是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其實他那個議題 應該是碰不得的 但是他就是裝風賣傻的 把它拍出來了 裝風賣傻 讓你看得講 那也是裝風賣傻 但其實有很深的議題在裡面 對對對所以你看了你會覺得很爽 甚至我最後是看到發抖 因為他去探討最後的議題 就是你要不要把香港小孩幹掉 的那個東西 然後你要去救香港小孩嗎 那你要怎麼救 所以這個真的是 大推我擊推的一部電影 神探大戰 是是是 好再來下一部 下一部也是神片 不 對 no 這部片真的是 金眼必看 如果說這個世界 我們都知道天體下的電影 沒有新鮮事 你可能端不出任何的好劇本 跟好的文本跟好的故事 但是你要看到原創的 或者是從來沒看過的 你一定得看這部電影 他就表面上看起來 他就是一部很簡單的科幻片 就是講說美國有一個黑人的農場 然後呢他每天看到一個東西 好像是幽浮 然後他們一家人去發現 他這個幽浮後面有鬼 就是有秘密 然後那個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就用一些很好笑 就有一點我們在看一些 石鏡大爆破 或者是說把一些 我們不是有一些石鏡節目 會去去抽破一些 就是我們刻板想像的謊言 或者是什麼我們就去探討他 然後有一點像是抓鬼 突破之後你就覺得 他原來是這樣這麼好笑 他就用那種形式讓你看到 哇然後背後就是 在美國這兩百年的歷史脈絡裡面呢 白人怎麼樣迫害黑人 或者是白人怎麼樣行種族名義 來去制定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 然後黑人有多麼厲害的 因為其實在這個導演 他的作者論述永遠都是這樣 他就覺得 就他從第一部片開始 逃出絕命之後 他就去講說黑人在千天上的 體魄跟才華上面跟腦力上面 其實都是超級優人一等的好嗎 就是他也去顛覆這種事情 超可愛 然後他用一種科幻的幽默的 然後甚至有點喜劇 甚至帶有鬼片的方式去拍成布這部電影 所以你會看很多人出來會說自己殺小 但是呢如果你再去看他的演評 你會發現哇不得了 然後他裡面藏了太多的符號跟象徵 而且很有趣 就是你在看電影的過程裡面 你可能看不懂他 但是你會覺得 你還是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莫名其妙的好看 就是你看不懂 而且這個也是導演才第三部劇情長片 是是是他每一部片其實都非常的厲害 逃出絕命陣跟我們 然後就是布 對對對 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必看 好再來九月份要上映的來看一下喔 對對對 三千年的渴望也是九月的新片 然後這部片為什麼也是必看呢 因為蒂達斯雲敦我們知道他古藝大師之後呢 他真的是很百搭欸 他去演古藝大師大家也覺得挺好的 那他現在在三千年的渴望其實是跑去伊斯蘭 就是中東國家去演一個出差的女教授 結果呢也蠻百搭 他去遇到一個神燈精靈 然後那個神燈精靈 是繼威爾史密斯之後又一個黑人的神燈精靈 但是這個神燈精靈很酷 就是通常我們在阿拉丁就是 或一千年一夜就是那個人一直在講別人的故事 但是神燈精靈呢 這一次他講自己的故事 然後讓蒂達斯雲敦聽得非常入迷 然後他們兩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非常奇妙的連結啦 那這個故事其實是風華麥斯的導演 重新再開始就是睽違七年之後終於又有新片的電影 所以大家都知道風華麥斯就是一部 它看起來劇情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裡面象徵滿滿 然後意義又滿滿的電影 其實導演就是非常利用此道的去講三千年的渴望 那這個電影呢它故事原本呢是一個英國的女作家的一個本來的故事的文本 然後所以其實那個故事文本本來就很會援引世界各地的神話也好 傳說也好 甚至沙翁名劇啊 還有一些一千年一夜的故事都會被這個作者當成是故事的養分 也就是說這個女作者很厲害 她就是那個上個世紀的二創大師啊 就是我們聽到一個故事 我們通常會說這個故事怎麼來的 欸這個女作者她會重新的去翻譯解讀 跟重新的詮釋這個故事 欸那剛好啊 那三千年很渴望就重新再重新詮釋這些故事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一個脈絡就是 喔原來我們以前看到的神話跟故事是怎麼來 其實就是這樣一代傳一代下來 然後大家稍微改編一點改編一點改編一點 例如說我們為什麼現在的小美人魚可能可以是非裔的人來演 然後神燈鏡為什麼可以也是非裔的人來演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觀變了嘛 所以呢我們一代一代之後 就會把我們自己新的價值觀加進去 三千年的渴望其實就在講這個 欸那些故事最古老最古老的原型是怎樣 然後現在被變化成怎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喜歡聽故事或喜歡講故事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這部分 就是可以來一趟長達三千年的魔幻旅程 對對對 穿越三千年 三千年的故事啊 一次看到飽了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部是印度片 拉型症狀是印度版的阿甘症狀 阿米爾罕算是很多人都喜歡說他是印度劉德華 或者是印度的良心 總之他有好多的標籤 但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標籤 正面的 對就很厲害的那些評價 那阿米爾罕他也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十年前其實在台灣有一部印度電影風 都已經就是大家都突然很喜歡看印度電影 即便到現在大家就熱潮比較減了 其實阿米爾罕他還是透過很多的電影 例如說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啊 還有他甚至他參加一些綜藝節目的時候 他永遠都在倉導父權 我指的是父女權益 然後他甚至會兒童的權益跟福利 在努力的做打拼 所以他是不但是一個電影的大明星 他也是一個社會運動家 所以呢他用這樣的角度去想說 他好喜歡阿根正傳 那能不能把版權買下來 他為了彈這個電影的版權就彈了十年 所以他很努力的把這個東西 把他想要拍成印度版的阿根正傳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他覺得好的故事就是都是那些 那怎麼樣可以反映我們自己國家 跟社會跟歷史文化的東西呢 所以呢裡面阿根正傳裡面 最有名的那句話 人生就像巧克力 就被他們改成人生就像印度的小餅 就那種東西就會出來在這個印度電影裡面 那你知道阿根正傳講的其實是 阿根他歷經了很多年 他經歷了二戰 經歷了什麼東西 然後見證了美國歷史 那當然如果變成拉星正傳的話 他當然就是要講印度歷史啊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對於印度電影有興趣的 或者是對於 其實這個世界的國際歷史有興趣的 其實你看拉星正傳會 很像我覺得啦 比歷史老師跟我們講 講那麼多 你會覺得說 也很好進入那個狀態 對你又可以透過很好玩的故事 其實真的跟三千點渴望很呼應 就是為什麼這個世界上的人 我們在讀硬邦邦的書讀不下去 但是我們願意看電影願意聽故事 因為那個比較有趣 好 再來就是玄冰的片耶 昆浩首部的一個新片喔 其實機密同盟真的很可愛 因為他在之前的第一集裡面呢 就是他是一個北韓的 欸 怎麼又是北韓 又是北韓 因為他北韓的口音也訓練得滿好的 他要多用一下 已經上手了 所以不用重新質訊了 那他就是去講說 北韓呢 遇到了一個世界的大秘密 然後要跟南韓的警察 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種故事的原型 很像是成龍以前在尖峰時刻啊 就是他會跟那個克里斯塔克 一起搭檔就是喜劇 就是警匪喜劇查案片的那種東西 所以有的人會說 啊 其實不就是同一套嗎 這種東西 還有類似這樣子的電影類型呢 就變成說韓國其實 不只是在機密同盟 我們去看可能餘神通行啊 很多就是都會有這種東西啊 就是即便我們剛剛講的 嗯 那個緊急迫降 嗯 其實也都是有這種東西 我們看過好萊塢類似的電影 那現在的韓國電影 把這個類型發揚光大 而且很好看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就可以看到玄冰 其實在那裡面就是負責 你要看他有多痛跟有多帥 所以好看嗎 機密同盟2 其實機密同盟2 第一集也很好看 嗯 那第二集就是一樣 就是一樣好看 所以你要去看那個玄冰 就是最MAN爆表 我覺得他那個 筆記迫降好看啊 哈哈哈 OK 這是私心喜歡玄冰的意思嗎 是啊 是啦 但是其實我們也喜歡潤兒啊 潤兒在裡面 對啊 潤兒 我覺得潤兒滿會演的耶 其實他一直在韓劇裡面 就是如果從大家小時候 或者是青少年時代 有陪過爸爸媽媽看韓劇 他就一直都在演韓劇耶 他是一個很努力 就是他不只是少女時代的一個 他也是個優秀的演員 沒錯沒錯 那當然還是有點 就是跟大家打預防針 他還是有點花瓶作用啊 就是他在那邊跟我們一起在那邊 啊 玄冰好帥 就這樣子 但是還是很可愛 OK好 機密同盟2 這個是9月8號要上映 9月8號就是昨天已經上囉 好 再來這個回到台灣了 欸 對對對對 下禮拜呢有一部國片 我們現在國片真的是好好愛護跟宣導啊 科學少女 科學少女呢 其實講的是 有一點算是 產學聯盟後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欸 我們剛剛有講嗎 啊 歷史課好無聊 那我們拍一部電影吧 啊 科學課課不課好無聊 那我們拍一部電影吧 科學少女就有一點像那種狀態 就是啊 你對於人類啊 就是在科學 然後小孩子喜歡 不是常常會有一些科展嗎 什麼東西 到底他們在幹嘛 然後到底那個年輕人 在遇到科展的時候 到底心態是怎麼樣 咦 科學少女拍給你看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科學少女怎麼樣在 一邊兼顧學業跟家庭之間 找到她生命的平衡 然後透過親情跟友情來療癒你 所以是一部療癒電影 然後它也是台灣首部科普AI的教育電視 就是產學聯盟有沒有 產學聯盟啦 裡面有一些這個知識想要傳遞給我們 但是是用非常劇情的方式來呈現的 是 好 那我們再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每次跟卓卓聊電影 或是電視局都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那我們來到第三段了 還有什麼9月份上映的電影 我們還是要退一下日本電影 日本電影除了我們剛剛講 韓海王劇場版跟智慧 它日本電影很多類型很奇妙 就是有那個超人力霸王 其實這種東西是特色片你知道嗎 就是在哥吉拉之後 我們以為特色片已經死了 沒有欸 日本人很會撐欸 而且他們的商品化很成功 那超人力霸王 哇 它還在日本賣了44 45億 超人力霸王 對 新超人力霸王 它其實是特色片 就是我們去看那個 你如果大家有印象中 那個小新喜歡的動感超人 大概就是那種東西 但是它竟然可以很紅 而且還有一堆大咖 來幫忙撐這個IP 就是啊 我想說啊 喜歡這個超人力霸王 然後我們來演一個真人版吧 然後你大概覺得很荒唐 沒有日本人演得好認真 而且真的賣得很好 大家可以想像嗎 真的要進去朝聖一下 所以它這個算是一個 它是真人特色電影 不是動畫片 它不是卡通 對 但是它會做一些 特色電影的最大的精髓 就是他們做了很巨大的模型 或者是很巨大的那個裝扮 然後那個裝扮是真的 可是它明明就是卡通跳出來的 就是你看了會想要發削發酵那種嗎 對對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很認真的 很巨大但是很可怕的 所以就是很荒謬 他們怎麼樣 其實這個跟日文的文化一樣 就是他們有漢學文化 他們有未來與西語混在一起 變成日文 其實特色片就是這種東西 它有一堆的那個好愛屋特效 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以前的那個特色電影 就是哥吉拉以前不是是穿上 人穿上去恐龍皮那種東西 然後它把它無限放大 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你看在裡面可以看到一堆 就是造型的 就是模型怪獸 但是那些模型怪獸真的太威了 那些威道人類要組成一個 那個超進化研究組之類的東西 來去對付這些怪獸 其實就是哥吉拉電影的前身 了解齁 但是就是演起來你看看起來 應該蠻過癮的 對對對 而且大家很認真的在那邊演 你都不好意思 很多大咖那麼認真的演 對對對 你真的會被拉進去 然後在這個世界 就是它是一個想像世界沒錯 但是大家會很認真的對待它 那日本真的很荒唐的事情一堆啊 像9月16號的 集到祖父電影版 真人版也是這樣啊 這個是真人版喔 它是荒唐漫畫變成真人版的 就是你看一堆日本電影 都可以從動漫啊 就是你想不可能 不可能真人版化的電影 日本人都做得到 哇這個厲害 那好看嗎 集到祖父 集到祖父很好笑欸 看得很療癒 祖父必看欸 就是每個結婚的女生去看 一定都超療癒的 他講的就是一個黑道 就是金盆洗手的大哥 然後因為遇到人生的真愛 很純愛的 跟他的老婆在一起之後 洗手做根 要過個安穩的日子 對然後就變成女主外 男主內 然後他每天在研究食譜 要怎麼做出可愛的愛心編 然後看得超療癒 哇這個很療癒欸 好玉木宏演這個 集到祖父 千秋王子 千秋王子 好的 再來呢 再來阿凡達 阿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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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現在講阿凡達是2009年的阿凡達 他其實阿凡達 不是最新的 最新的是12月會上映 那這個也算是一種暖身 我們知道最近的經典重映電影 其實不只是阿凡達在9月23號 我們昨天神引少女也重新的映畫 如果想要看大眼螢幕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 還有9月16號的花樣 蓮華跟太空漫遊2011 都會重新上映 這個都是經典在經典 就是你喜歡看電影的 真的不要錯過被大眼螢幕洗禮的朝聖之旅 好阿凡達的重映版 9月23號會上映 然後年底 大家就在準備要看阿凡達的最新 無數接軌 就是把劇情複習一下 那再來就是OTT 沒錯沒錯 我們OTT電影其實也有一些就是 哇你看Disney Plus 多有誠意啊 就是Netflix 我們知道他會固定上一些新的電影 然後Disney Plus也跟進了 塔姆漢柯斯的木偶奇遇劇 就是演那個阿甘真專的檔 他也演了木偶奇遇劇 然後呢在Disney Plus 昨天已經上架了 趕快熱騰騰的 現在你就可以打開來看囉 這個都是必看的了 木偶奇遇劇 沒錯沒錯 那在錄劇好像最近有幾部錄劇還蠻夯的齁 這兩個禮拜好像真的韓劇比較沒有那麼強勢 是不是那個出走日記之後結束 然後語音語結束了 對語音語結束了 還有還魂也結束了 所以就開始大家發現 陸劇好可怕喔 最近真的是大家狂推一波就是陸劇 那陸劇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是有他們好看的地方在於 我覺得有點可惜就是 古裝劇 我們知道每劇有冰與火這種東西 就是七方奇幻 那東方奇幻 其實現在的詮釋群 我就有點把持在中國大陸 陸劇上面了啦 就是《燦藍絕》跟《辛漢燦藍》這兩部片 其實真的你會去看到 陸劇的古裝的服裝 化妝跟道具啊 橙色背景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片場 然後那些一堆古色古香的建築 其實幫了他們不少忙 那我們知道其實 韓國也很厲害耶 黃魂也是類似這種東西 他有奇幻劇 對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但是黃魂前一陣子也被說 他有點在抄中國大陸的這種東方奇幻的錄劇 為什麼呢 就是表示說他們真的做到水準到某個程度 韓劇是他要致敬你或抄襲你 他你一定要很棒 他才會學你好嗎 如果你真的拍的不太好 其實他們也不會鳥你的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看韓劇最近 開始在想要嘗試什麼類型 也可以當作一種指標 就是世界的電影工業往哪裡衝 韓國就追上去 而且還可以超音感美 超越 對所以其實唱狼爵跟辛漢燦爛都是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聰明 因為其實如果喜歡看錄劇的朋友 都大家會知道說 有時候你會審美疲乏為什麼 他們永遠都是 例如說 轉世 或者是穿越 或者是古裝 或者是虐戀 永遠都是同一套東西 但是因為他們老是在拍同一套東西 所以他們把它拍到非常爐火純金的 然後到唱狼爵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一個 有點像是流星花園的古裝劇版 就是那個流星花園的大陸的 男演員來演的這個蒼南爵 然後他就演 就是像一個道明寺 然後是一個霸種型的人 然後他愛上了山菜 然後呢 哇 演得真的超級好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韓劇 錄劇還有一個東西 大家會比較必病 就是 就鮮花鮮肉莓演技 就是你知道他們很漂亮很可愛 拿來演戲 但其實都演得很普通 可是 這些劇完全沒有問題的原因是 這些戲故事很簡單 演員也很棒 人設很簡單 就是他沒有什麼演技門檻你知道嗎 你只要好好的努力的去演 你就會符合 道明寺的樣子啊 那你就成啊 因為你就是人設簡單 你演得很棒 大家就會 喔 戀愛了 就這樣 好 那其實還是會很好看 我覺得他的市場還是在 然後你看他們飄飄亮亮的 然後呢 而且他們現在最厲害的就是 他們把這些套路跟公式 加很多喜劇東西 他們會自我調侃 就是我們知道壁東 壁東之後要幹嘛 他就會來給你一個大逆轉 大反轉 讓你笑噴 那你就覺得 欸 我被娛樂到 每天大家全民追劇 為的是什麼 還不是圖那份娛樂嗎 是 對 所以他們就很努力的 做到這份娛樂感 所以他們的在娛樂方面 是真的有做到 大家可以去 其實一年如果看一部陸劇 那你就來看一下 燦爛絕或星光燦爛 真的你就可以了解 現在事業產業的 那個先進的 那個最高的頂級的樣子 不知道怎樣也聽話 算的唷 蒼藍絕跟星漢燦爛 星漢燦爛 而且裡面演員 是不是都是目前在 中國大陸正紅 沒錯 他們就是A康 那麼吳磊 吳磊 趙露絲 沒錯 趙露絲 有來台灣留學過 很妙啊 對啊 然後其實 蒼藍絕的男主角 王赫蒂也是 我們才製品清典的 大陸到民視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面 台灣還是某種 很有眼光 或者是很可以 培育人才的地方唷 那我們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在講台劇啊 台劇 回來有一部 這個是很特別的劇情 他是講什麼 他是講那個邪教 邪教 我願意邪教電影 邪教台灣影記 他那個真的很妙 其實他把一些台灣的 一些社會歷史案件 例如說日月民公案 那個虐殺小孩致死的案子 然後去講說 其實他最後還是回歸到 台灣人在求助於這個 社會資源的不足之位 他們就會去 反向去尋求 宗教的心理借靠 對那在這過程裡面呢 宗教怎麼樣情緒勒索你 讓你誤入歧途 到人生不可挽回的地步 那個東西 欸其實我覺得我 我願意很敢拍 因為他讓顏雅倫 顏劈 進狗龍 然後還 他是在裡面 對對對 被邪教吸收進去的巨星 對對對 對對對 他本來是一個巨星嘛 對對對 他演了一個非常 叫做廢幕企的一個Superstar 然後 也是創了台灣的 台劇的一個歷史 就是 呃 台劇常常不會有一些 很大的資本進來 但是這次有一個 很高級的品牌來進來 就是全 全系列的打造 廢幕企的人設 讓你真的是 全身都穿名牌這樣子 然後讓你看起來 真的很有巨星的架式 像這種小的細節 其實就是可以 墊高台劇的一些品質的東西 嗯 在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很敢談 如果今天我們說 欸台灣的 電視劇有什麼競爭 有事 我覺得是在原創度 跟議題的大膽度 欸其實我願意 跑得很前面喔 嗯 大家去看可以發現說 欸他敢講很多 其實現在大家都走 商業化 保守化的 劇集不敢談的事情 台劇很敢 好 所以他是在OTD上面 來播出 他是在MOD MOD MOD Honey Video 對 好再來 其實為什麼要講 最乏這一部陸劇呢 主要也是要 其實也是要 推推我們的 台灣演員 叫做楊佑寧 其實中國的大陸 有一些就是 最近很流行一些 警政查案劇啊 拍得好像煞油介事啊 但是通常都是很 就是警察好棒棒啊 其實看久了 你可能也會審美疲乏 可是呢 楊佑寧呢 欸他演技有大突破 他在裡面演一個 惡人 怪的喔 大怪 大魔王 然後演到 哇讓你不寒而栗 而且你會覺得 天哪他就真的是 就是很適合來演這一種 就是笑面虎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 是個文明人 是個讀書人 是個律師 當然被私底下做幹竟的壞事 然後還是跟你這樣子 就是 衣冠禽獸的那種東西 哇演得太棒了 所以 我們剛剛在私底下不是講嗎 就是你現在要 證明自己有沒有演技 你真的要得 演反派 對演反派是最快 因為楊佑寧今年 華登初上嘛 是 華登初上要演一個警察 對也是被誣陷啊 對也是被誣陷 所以他在這個罰罪裡面 演的是反派 對真的很棒 就是大家要看一下楊佑寧 台灣之光有多厲害 這個是在OTD的那個 愛奇藝上面播出 是的 好再來 Netflix最近上架了一部台灣電影 叫做一家之主 其實呢他最近的點閱跟討論度 也一直都有被搜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呢這部台片呢 他講的就是 台灣女生 他當了媽媽之後呢 怎麼樣面對他自己的女兒 然後面對家庭 怎麼樣對他無止境的情緒 都說你要不要喊一個停 你要不要過你自己的人生啊 所以很多人 其實很適合跟媽媽一起看 嗯 一家之主 這個是王熙杰導演的作品 裡面還有久違的寇士勳 那因為寇士勳 他在一家之主出現完之後 媽別鬧了裡面也有出現 就是突然在2022年的話 寇哥回來了 寇哥的多元宇宙 對 他回來了 而且他都沒有變老耶 他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他有維持住他以前 讓人家喜歡的那個神韻跟氣質 有有有 他那個東西是完全百分之百保留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台灣大叔就是有魅力 就是他大家都不在乎他們多少 多少皺紋 反正他們的氣質還是很好 還在 對 都沒有老太的感覺 沒錯 就是演員厲害啊 再來 台北女子圖見 也是台劇 是是是 這部在九月底即將跟觀眾見面的台劇呢 是由桂倫美睽違了14年 從反小螢幕的電視劇演出 欸桂倫美真的很厲害 我都忘記他有演過小螢幕的什麼 對我也忘記 哈哈哈哈 他有演過小螢幕 我一直覺得他是在大螢幕耶 因為他好像是少數那種女明星 他是不走小螢幕的耶 一直是電影咖 對 其實很多 我覺得也是 拜最近串流平台 是啊 OTE都崛起了 所以你不走小螢幕 其實很可惜 可能你就是能界度沒辦法那麼高 對就是你要跟觀眾 如果你願意跟觀眾多多交流接觸的話 其實你還是得拍一點台劇啦 好那我們先找一下 桂倫美到底14年前拍的是什麼樣的台劇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跟萱萱聊 馬上回來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剛剛提到了一部喔 台北女子圖見 這部台劇呢 桂倫美睽違了十多年之後 又回到了小螢幕 喔 那我們剛剛就在找說 欸 雀她到底14年前演了什麼呢 原來她演了就是 對 就是危險心靈這樣子的戲 危險心靈 跟那個波利斯大人 對 這種這種戲其實就是 它裡面是有關鍵角色沒錯 但是我們知道桂倫美 她從一出到藍色大門之後 她就一直 以前啊 大家都會把它定義成電影咖 那以前確實電影跟電視之間 有一個很絕對的分也在於說 電視劇的產製流程啊 其實是在你拍完那一刻 你錢就賺回來了 因為她會有一些 呃 預算啊 巴掘的那些分配 但是電影通常都是你得賣房子啊 然後有一大筆的預算 去把它拍完之後 你要很賭博式的進戲院 你才知道你電影能不能賺錢 拍電視就會比較像是商品的對待 所以在劇 我們知道 孤雯們很會挑劇本 所以呢她通常在挑劇本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挑到電影了 所以就變成大家以為她是電影咖的獎項 那其實台北女子圖鑑 我們就可以由此去想像說 桂倫美為什麼願意拍電視劇 嗯 這一套Disney Plus的 算是很 既正義的算法之後 第二彈重磅台劇 台北女子圖鑑呢 我覺得她有點像是 另外一個淑女養成季 因為她故事講的就是 一個台南的女生 她一心向往台北 然後就義無反顧地 衝去台北打拼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想像 桂倫美蛤 我們大家知道她是天龍國的女生 她演一個台南女生 然後她在裡面講台語 然後在那邊講說 來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別氣喔 就講這種 就是這麼接地氣 而且真的桂倫美好厲害 她在裡面演高中生 還是沒有違和 這個女生怎麼可以 不給人家飯吃啊 所以從高中演到這個 成長之後 來台北發展的女子 而且很會談戀愛喔 幾乎每一集談一場戀愛 哇 跟不同男生嗎 對 所以有一個 哇 好精采喔 就是各式各樣的戀愛 然後從純愛的啦 然後互相陪伴療癒癒癒的啊 肉癒的啊什麼什麼 各式各樣都有耶 OK 台北女子圖鑑 可以來期待一下 各位人們演台劇 是 好 再來 OTT上面喔 最近很多的韓劇 都跟律師劇喔 真的 律政劇 律政劇 對 真的 其實我覺得台灣也算是 走得蠻前面的啊 因為我們之前 Disney Class也是爭議的算法 其實也是這樣的 法律系的戲 突然流行也呈現出 就是現在全世界在追劇的 觀眾水平的提升 就大家喜歡看 有腦的劇 是 就可以激盪一下你的腦力 然後了解一下一下 一些知識常識 沒錯沒錯 那其實像這個 非常律師余英語喔 他在韓國 在很多國家都掀起一番熱潮啦 那後來就說 余英語他們要拍第二季 因為他們大概本來說 拍這一季完了 就不拍了 然後後來說要拍第二季 然後就看到那個報老說 哎呀 可能要在2023年 2024才能拍 對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花一年寫劇本啊 劇本很難 而且我們之前知道 余英語他花有七個月被劇本 對啊 他就說 第二季 他真的有點在想說 能不能接 因為他說他真的每天都覺得 像考試一樣 超可怕 太難背的劇本了 對啊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 就劇本的硬實力跟軟實力在哪裡 真的 這個劇本要寫得好喔 這個演員才能夠有所發揮 導演才能夠跟這個 劇本相互揮應 沒錯 所以這個最近的韓劇當中 有很多的綠證劇 大家來給參考一下喔 今天非常謝謝 萱萱 謝謝 好 接下來是鎖定小玉 李敲明玉的POP搶先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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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